花形第二圈勾到结尾再把最后一组勾完 一组花形是由三针组成 这个第一针都要给它跳过不勾 刚好是在这个长线的后面可以离开看一下 那跳过第一针不勾 直接在下一针位置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交扣勾第二个短针 然后回到第一个短针底部针脚地方 穿针进去带线出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长线的入车位置 大家可以按照两种方法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每一圈引拔连接的位置 就是一圈完成之后要给它连起来的 那你看一下我们第二圈的花形这个长线 它是在这一层 所以往这边移 它就在我们引拔连接偏左侧的这个孔眼 在这个位置 或者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第一圈花形 就是这个底边的这条长线 你看在包底的边上 这条长线它边上是有一针的 在这一针稍微偏上来一点这个孔 在这里穿针够这个长线 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找一下这个位置 刚好是紧挨着这个引拔连接处的 在这个偏左侧的这个孔眼 我们就穿到这个孔的地方 那这里最后一组呢 这个线是不好绕的 可以将这个线送到勾针头底下 然后勾线出来往这边带 勾针上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花形的第二圈就勾好了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和第一针连接下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勾引把针连接 后边拉紧 这样给它拽紧 拽紧之后呢 这个勾针还是先给它翻到一边 大家勾完之后你可以检查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花形 它这样是有一个规律的 错开的这个位置 你看刚好是在这一层上 好 确定好 然后勾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包身的形状 给它整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呢是我整理过的 那你在这边勾这个拉长线的时候 这个纹路呢会像这样 所以我们每一圈完成之后 要把这个包身的形状去整理一下 这样你再记得勾下一圈花形 顺着这个包身往上 会好看一点 效果会好一点 勾完之后 这个后面的线还是要去整理一下 这里呢我已经整理过了 那其实我们再穿到这个线圈里 好 现在我们再来勾这个花形的第三圈 那这个第三圈呢 大家勾的时候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视频 因为接下来 这个包身以上花形的这个勾法呢 都是和第三圈是一样的 这个编织方法 入针的位置都一样 那大家仔细的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是勾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起理针 在勾制的时候呢 这个花形 我们都要跳过第一针不勾 好 跳过第一针 直接在下一针位置勾一个短针 那你看下一组花形也是的 第一针都是要跳过的 那这一组第一针都是要跳过的 好 掌握这个方法 那这个地针上织要扣就取下来了 这个地针就不用勾了 直接在第二针位置勾一个短针 然后地针上挂上织要扣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回到第一个短针底部针脚的地方 穿针进去 带线出来这一步是一样的 好 带线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长线的位置 大家这个从上往下去看 你看这是第一条斜线 这个尖尖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第二条斜线 尖尖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就在第二条斜线 这个尖尖的这个孔的地方 在这里穿针 那你看这个长线 它对比上一圈 它又上了一层了 在这里是像一个台阶一样往上的 好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它刚好是紧靠这个长线 好 穿到这个位置 然后带线出来 好 钩上上三个线圈绕线 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组花形了 大家看一下 完成之后上面是三针为一组花形 这个长线呢 它顺着我们之前的花形 这样一层一层往上的 刚好也是紧靠在一起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勾第二组 第二组一样的 我们这个第一针都是要跳过 它刚好是在长线的后面 这里是稍微露出来一点 你看 刚好是盖住了 这个第一针 好 第一针跳过不勾 直接在下一针位置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这个第二个短针呢 在斜线还有束缚的这条线 上方对应的这一针 所以也是好找一点的 两个短针勾好之后 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脚的地方穿伸进去 带线出来 好 这里呢 线扭过来 我们就要重新的去理一下 穿伸进去带线出来 然后这个长线 再来看一次 这是从上往下看啊 因为我们往上进一边 这个圈数就会增多了 那你看这是第一条斜线 第二条斜线 在第二条斜线这个 尖尖的位置 这条孔的地方 紧靠着这个长线 好 在这里 我们就穿到这个孔位置 然后勾线出来 这里可能会有点紧 好 这样穿出来之后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样第二组滑形呢 就勾好了 那接下来勾第三组 好 第一针 还是要跳过 在长线的后面 好 直接跳过第一针 在下一针位置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针 回到第一个短针 底部针脚地方 勾线过来 好 然后这个长线呢 看一下 这是第一条斜线 第二条斜线 第二条斜线 接近的这个孔位置 紧靠着这个长线 挨在一起的 刚好是在这层 你看一下 只要你第一组 第一组这个长线的位置 入针好 确定好之后呢 接下来这一圈的花形 它都是在一层上的 在这里 我们就穿到这个位置 勾线过来 线往上带 虽然这里呢 它是扭过来的 但你看一下绕线 勾过三个线圈 勾过来 它就转过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勾完之后 再看一下这个花形 好 第三组勾好 接着勾第四组 跳过第一针 在后面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回到第一个短针 顶部正角的地方 勾线出来 然后看一下这长线 一 二 第二长线 尖尖的位置 紧靠长线 穿针进去 带线出来 好 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那这个花形的第三圈呢 这里已经给大家 演示了四组的勾法 接下来呢 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的花形呢勾好 这里呢 已经给大家演示 讲解过了 可以多看一下 这里的视频讲解 接着第五组 跳过第一针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第二针 回到第一针位置 带线出来 然后看一下长线 一 二 第二条斜线 这个尖尖的位置 孔的地方 那大家按照我们 这个前面的这个讲解呢 把这一圈的花形勾好 后面呢就是重复部分了 自己呢去完成 好 勾到结尾处 再看一下讲解 第三圈的花形勾到结尾 再把最后一组勾完 第一针跳过不勾 下一针位置 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机要扣 勾第二个短针 回到第一针的针脚 穿针进去 带线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 长线的入转位置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这一圈 第一组 一 二 三 三针为一组 这个长线 你看一下 尖尖的位置呢 它是在这一层 那么我们这样 往右边移 移过来之后 你看一下 就在这条斜线 这个尖尖的位置 这个孔的地方 刚好呢就紧靠 这个长线了 好 大家按照 讲解步骤 一样的找好这个位置 它都是在这个 这一层的 我们在数这个圈数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花形的第一圈 最长的它是通在这个包底的 这个边上的 一 二 三 这是第三圈 所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法 去数圈数 那我们现在花形第三圈 你看就是在这一层 参考第一组花形 往右边移 好 在这个斜线 孔的地方 好 确定好位置之后 我们就穿到这个孔的地方 穿针进去 最后一组 我们都要把这个线 给它送到勾针头底下 然后勾线出来 往这个右边带一下 绕线直接勾过三个线圈 这一圈花形就勾好了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挂上机要扣 和第一针连接起来 勾引拔 然后拉紧 一圈完成之后 我们都要把后面的线 去整理一下 这个织物呢 包身也要给它去整理 好 整理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完成这个花形之后呢 因为这里呢 是连接的这个位置 我们只有第一圈 你看它这个是竖线 往上呢都是稍微斜过来的 然后这个长线呢 是紧靠在一起 只有这个位置稍微是分开 好 没有关系 因为这里上是我们开始编织 连接的这个地方 接着往上编织的时候 这个长线都是紧靠在一起的 你看一二三三圈 一二三三圈 好 这样方法也是可以数圈数 那接着我们来勾这个 包身花形的第四圈 我们接着往上编织的这个圈数呢 和第三圈的勾法 还有入针的位置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在勾的时候 如果说方法没有掌握的话 我们就看第三圈的这个讲解就可以了 首先呢都是勾一个辫子 做一段针起立针 第一针跳过不勾 在下一针位置 就是第二针 看一下在这里 你看一二三 这是一堵花形 在第二针位置 穿针进去勾出来 一个短针 第一针上挂上交扣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底部针脚 穿针进去带线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长线的入针位置 我们就从上往下看 因为这个圈数在一圈一圈的增加 从上面看这是第一条斜线 然后第二条斜线 第二条斜线这个尖尖的这个孔的位置 那就在这里穿针 你看刚好是紧靠这个长线的 然后这个层次呢 又向上来一层 在这个位置 穿针进去 带线出来 绕线勾过三线圈 那再看一下第二组 跳过第一针不勾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回到第一针的针脚 勾线过来 然后看一下这个长线的入针位置 从上往下看 一二第二个长线 尖线的位置 勾线出来 和花形第三圈勾法是一样的 入针的位置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把这个花形的第四圈呢 勾到结尾 方法和前面一样 第三圈参考第三圈就可以了 勾到结尾处 我再讲解一下 好 花形第四圈勾到结尾 再把最后一组勾完 那大家在勾制的时候呢 我们手机的松紧 给大家控制的均一点 这样勾制出来的织物呢 效果也会整齐 好看一些 新手在刚开始学习编制的时候 手机能松紧 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掌握 这里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 勾制的时候 如果说勾得松的情况下 也就是你勾制上的这个线圈呢 带得有点大了 这样再去进行编制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一下 例如像这样勾短针 好 传针过去勾出来 这样我们完成之后呢 你看这个针目 它比正常的针目呢 会偏大一些 那么你一整圈勾下来之后呢 包身的效果 它会像这样往外 这样撇开 这样这个包形呢 就不好看了 如果是勾得紧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你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带的有点小 这样再去进行编制的时候 勾得紧的时候 我们勾针绕线 带线的时候呢 也是比较难勾的 这样绕线 你看你这个线圈 会有点小的时候呢 这样勾过来 会比较难勾 好 那我们在勾制的时候呢 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看一下 勾针是可以在里面 自由活动的 在去进行编制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特别费力 好 大家勾的时候 可以多练习一下